金融市4月27新增478例 年龄别以25岁到34岁及55岁到64岁最高都是70人 至于居家隔离人数 在4月27号实施居隔三加四方案后 有6517人解隔 金融市居隔人数仅剩131人 本市居家隔离的人数 在今天之前是有6648位 不过中央三加四的新政策上路之后 本市现在最新解隔的人数是6517人 所以目前我们居隔的一个人数 只会剩下131人 六昌也在疫情记者会上 对于何谓居隔三加四方案 再做一次详细说明 三天就是居家隔离 四天是自主防疫的管理 如果你的居隔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七天 已经超过了七天 那你就是自动的解隔 你不需要再重新算 四天的自主防疫的时间 所以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现在秀在荧幕上面的图卡 其实就是非常清楚 你居家隔离就是三天 三天之后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那就是用快筛的试剂 然后是阴性 那你就可以出门 不过这一部分是自主管理 那政府也不会去 这个去积核 去查查 但是现在因为进入全民防疫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希望整个疫情能够 这个稳定的一个发展 需要全民大家一起来配合 对于实施首日 有民众反应没有收到解隔通知简讯 金融市这方面也提出紧急应变措施 呼吁市民直接拨打防疫专线 由接线人员为大家做电子围理解隔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防疫专线 2456 5861 或者是2427 6154 我们总共有30线 那有30位的这个直击的同仁 会在线上来为大家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 你打这一支专线进来 然后我们会逐按的为大家 来进行电子围理解隔的一个动作 至于有确诊民众反应 金融市政府提供的防疫关怀包 没有快筛试剂 牛昌曾经表示 只有确诊者同住家人 才会派发快筛试剂 只有居家照护的这个确诊者 他才会有防疫的关怀包 我再强调一次 居家照护的确诊者才有防疫关怀包 那确诊者是本来就没有 那这部分大概就是10天 你如果是确诊者的话 你就是这个10天的去做自动的一个解割 所以这个居家照护的确诊者 他拿到这个关怀包的时候 他里面会有血氧机 但不会有快筛试剂 但你的家人会有快筛试剂 不会有血氧机 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提出软性封城的说法 牛昌坦言不懂他的意思 不过强调未来绝不会是封城 而是自主防疫 他更提出三条防线 作为后续防疫的重点做法 三条防线 第一条防线就是个人的自我的防疫的工作 要把它做好 第二个就是利用快筛的一个试剂 来随时监测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如果快筛有阳性的时候 就走阳性通报的这个专线 另外呢 如果是在一般的这个场合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去保持你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 然后随时的去提醒 然后随时的去提高警觉 记者张旗腾基督报道